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 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房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有关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那么下面这个话题呢 我们要转到这个中美政治和美国这个总统大选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在美国啊 这个有点这个谁要占中国啊 谁就倒霉啊 现在川普和这个拜登呢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啊 总统竞选的这样一种啊 格局啊 对吧 那么情况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啊 大家都知道就是为什么说占中国的问题 就是这个川普和拜登的这个啊 支持力量们呢 在中国问题上呢 已经开始出牌啊 那么首先呢 是第一轮 那么这个川普的啊 支持川普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呢 他们投了一千万美元的广告 那么这一千万美元广告投在哪三个州呢 密西根州 宾夕福尼亚 法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 一千万个啊 一千万美元的广告 那么这个广告呢 主要是说啊 这个拜登和北京啊 的关系 批评拜登四十年来呢 在中国问题上呢 一错再错啊 那么这个这里头列举了啊 拜登对中国政府啊 友好啊 那么拜登跟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的合影和在中国的发言啊 那么这是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这个拜登的团队呢 拿出一千五百万美元来投稿 也在这三个州啊 那么在这三个州呢 他们那个广告就是批评这个川普啊 对当下的美国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呢 没有做好准备 而且呢啊 听命于中国 在这个公共卫生危机呢 非常严重的时候呢 川普先生啊 前后多次赞扬中国 而且赞扬中国的这个透明度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就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啊 你谁都不能对中国友好 现在感觉是这么一种架势啊 我我不知道我们这个 我这个判断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为什么啊 现在在美国大选中 这个中国牌的问题 现在打得那么的厉害 这两个问题呢 我想请问我们的嘉宾啊 无强博士 对 中国牌终于进入到了 美国总统选举当中 这个是中美关系 过去四十年 一个最大的变化 最有趣的 也是这次美国总统竞选 最有趣的看点 那这三个州 如果相比四年前 相比八年前 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是两党竞争 最关键的三个州 如果这三个州 任何一个党赢了 其实它基本 除了它传统的 这个蓝红蓝阵营 红蓝州 其实这三个州 是决定性的 是match point 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决定性的三个州 所以两党在这三个州 现在预先的 最先的投入大笔资金 来竞争 来争夺 在我看前是有指标性的 应该是对选战的一个 基本上是定调 未来的选战 基本上会围绕着 这些话题展开 就是中国关系 中美关系 和这次的病毒 到底川普政府 负多大的责任 那么在这两方面 民主党作为反对党 作为在野党来说 它的盛面 或者说至少它的理由 是更充分一点 因为现在的新冠病毒 美国民众感受的是很深的 危机推到 危机归咎于现任政府 这个是在野党的最大的迎面 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 那第二点呢 这个优势 或者说新冠危机造成的原因 和中国的这种干系 和中国的干系 在民主党 在拜登的这么一个解释 看起来 美国民众也是 我相信它这个可信度 也是更高一些 换句话说 就是川普总统 对中国当时隐瞒病情 但是还说好 说战 然后相信四月份 这个危机就会过去 等等等等 其实我们都看到 美国公众也看到眼里 这三个州的选民 相对来说 传统上民主党支持者 也比较多 传统上是属于民主党的阵营 教育水平各方面 跟中西部还不太一样 都比较高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这三个州的选民 某种意义上讲 原来如果是有摇摆的话 那么在这些比较可信的 有说服力的理由面前 转向民主党的 或者说加入蓝营的这种可能性 在我看起来 实际上是非常的高 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换句话说 现在美国是在一个呼吁 危机之后的新新政 新新政相当于罗斯福总统 当年新政情况下 以新政的这种姿态 虽然他胜选之后 才提出新政 但实际上大家都在看 把当年的这么一个大危机之后 的民主党的作为 来跟现在来做一个相比 民主党的优势面 是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中国的这个跟病毒的关联 美国现在病毒的一个大爆发 现任政府的一个管理 应对危机的各种的问题 在帮助民主党 在帮助拜登胜选 我相信拜登之前的竞争对手 党内的竞争对手 都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在过去一个月 相继的很快的 站在了拜登的周围 民主党的团结是前所未有的 我相信这种团结 这种感染力 也会影响到这三个州 影响到更大面上 其他州 这个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把中国牌 在这个选举政治中 终于给打出来了 那么这个打出来之后呢 因为建议中国在全世界的重要性 有的时候你可以打对中国友好的牌 对不对 也可以打对中国不友好的牌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见 就是这个拜登和川普呢 都在打对中国不友好的牌 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陈国祥先生 这两个领导人之间 谁对中国更友好 这么一个话题 现在这个选举 美国是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 是在完全撕裂的状态下 所以他们的选举可以说是以负面 这个选举为主要的 也就是攻击对手 为主要的一个政治诉求 而不是揭露一个远景 一个愿景 一个美好的未来来吸引选民 所以他们是一种反映 美国性的政治生态 就是一个政党之间高度失裂 民众之间也是这个蓝红高度的对立 所以他们的选举会走入到 一个相互攻击的负面选举 是非常自然的 那么第二个 川普现在竞选连任 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他处理新冠病毒疫情 是非常没有这个效益 而且造成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波士顿这个报纸 写一篇社论就是说 这个川普对自己的关心 超过对于民众的关心 他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不是以民众为中心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各方面 对川普处置这个新冠病毒 疫情的蔓延是非常 这个犯很多错误 这个攻击可以说是相当的 这个信而有争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川普他一定要转移焦点 要这个把责任推出去 所以他选择的一个选战的策略 就是这个关于反中的一个公民投票 也就是说以反中作为他的政治的一个诉求 那同时把他的敌手 这个民主党拜登打为这个中国的朋友 亲中或者对中国软弱 那么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是靠不住的 是不能符合我们现在 美国的利益 要以这个反中作为一个主轴 所以他攻击拜登 是中国的一个盟友 这种攻击 那么是有他的一个政治上的考虑 那么拜登呢他其实在选举过程中 他也跟他的竞争对手 就是桑德斯也有争辩 就是谁比较讨厌中国 谁对中国比较有杀伤力 谁能够牵制中国 他们也有这种辩论 那么这也反映民主党的内部 也是有一个共识 就是这个中国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因素 所以现在全民这个怨恨中国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绪 他们也在运用 所以他在民主党出演过程当中 那么这议题成为一个辩论的一个重点 那么现在拜登取得民主党 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机会 可以说已经确定了 那么他跟川普之间的一个竞争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对于中国的一个立场 跟这个作为上面 那么拜登呢 他过去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紧密 但是也没有什么压制中国的一个 丰功伟绩 所以他面对川普的攻击 他一定要强而有力的反击 就是讲出川普跟中国的这个 曖昧的关系 以及多次的赞美这个中国 尤其他领导人 这个习近平 那么至于这个相互的攻击 就是反映美国的民意 对于中国的怨恨 是在身高当中 而两党的候选人 能揭示的国家的愿景 是很有限的 因此相互的攻击 拿中国做题材来相互栽赃对手 栽赃对方来这个打击对方 那么这个是他目前来讲 大家两方共同可以说是执行 推动的一个竞选手段 就是把中国当作一个负面的这个对手 负面的国家 然后指责对方 跟这个负面的一个政治符号 是绑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选战策略的一个考虑 我想一直到11月 反中国 这个恐惧中国 或者这个压制中国 会成为政治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主族 那么这个拜登呢 批评川普啊 在这个过程中夸赞中国 对不对啊 这是川普绕不过去的一个卡 他确实批评了 确实在这个期间 他表演了很多次 习近平也表演了中国 对不对啊 那么现在你就说不相信中国的数字 那么大家这里有一个矛盾 所以说这个我看的这个消息呢 那么19号 这个川普在白宫的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呢 就被记者追问啊 你到底咋回事 你这么样的夸习近平 那么川普呢 说实在话 这次啊 也把话说白了啊 就是在某个意义上 解开了人们心理中的一个疙瘩啊 是他真的是相信习近平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啊 川普先生回答的很清楚啊 因为啊 习近平一月初跟美国达成了一个贸易协议 该协议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啊 所以说呢 我表扬中国和表扬习近平 就是因为他们跟中国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 然后那个CNN的记者呢 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得到这个答案之后呢 仍然啊 不依不劳的继续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表扬习近平啊 他说我们达成了一批交易 中方将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 这笔交易是在几个月前完成的 我对协议非常高兴 我希望他们也高兴啊 所以说这个谜团就解开了 那么相对来说呢 啊 这个人们批评拜登的时候呢 就是说拜登啊 实际上在中美关系上啊 是一个见风死舵的啊 他不是啊 从这个历史跃远来说的话呢 川普确确实实对中国是够强硬的 而拜登从来就是一个见风死舵者 这个吴强博士 您认不认同对拜登和川普先生在啊 谁跟谁啊 谁跟谁 谁和谁 这两个之间呢 谁对中国更强硬 这个问题上呢 你有没有啊 你的看法 希望你没掉啊 好 也到了 嗯 这个 好了 我们请 我的麦克风被关掉了 我的麦克风被关掉了 好 现在可以听到了 现在可以听 你们可以听到了吧 好好可以 嗯 我 其实我们都知道拜登历史上 在在他作为副总统任内 跟中国的关系是相当的良好 这其实也是在过去几年 呃 共和党人批评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呃 然后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 中美关系开始变得不确定 变得紧张的时候 川普总统和习的两个人的私人交往 私人的信任 变成中美关系仅存的纽带 呃 蛮重要 促成了中美贸易协议的签诚 那么川普对中美关系的稳定 贡献是很大 所以现在我们来谈 谁对中国这个个人 或者说政界上更友好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意义 现在我们都知道拜登是机会主义者 川普同样是机会主义者 现在两党都把中国当作一个共同的敌人 这才是一个基本的背景 而且这共同的敌人不仅是党内两党的美国精英的共识 也是这次瘟疫所促成的更大的共识 公众的这种共识 瘟疫面前 这种情况非常像波罗奔利萨战争爆发前的状况 我们指的是公元前430年 在雅典所发生的瘟疫 那么当时是执政官是布利克里 布利克里其实当时已经是很独裁的一个状况 雅典的民主在布利克里执政时代 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荡然无存了 但是瘟疫一方面是造成了外部的恐慌 造成内部的恐慌 这种恐惧感是很深 这恐惧感造成了让雅典恢复到一定程度上的民主 包括公民大会等等等等 而布利克里作为执政者来说 他是处于最弱势的 虽然他是组合派 现在情况跟波罗奔利萨战争爆发前非常像 瘟疫爆发 然后执政者 他已经是很强力的一个独裁者情况下 被迫的开放民主开放公民大会 那么公民大会加入之后 其实主战派的声音压过了组合派的声音 换句话说 在野的或者公民的民主的声音 实际上是要求怎么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敌人是通过瘟疫来强化的 目前美国的选举实际上在面临着 跟波罗奔利萨战争爆发前同样的一个状况 这才是我们过去几年 我们知道中美不惜 中美间不可避免有一战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现在正掉到这个陷阱里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共和党甩锅计划 那就是说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公共卫生面前呢 共和党的川普总统竞选面临着一个麻烦 就是说他指挥的不好 耽误了美国的黄金时间 那么这个罪魁祸首呢 那谁来承担呢 那么最后就甩到中国 因此呢 这个川普啊 现在对中国强硬呢 有这么一个背景 也就是这个共和党的甩锅计划 那么陈国祥先生 你怎么看啊 这个甩锅计划 甩锅计划 确确实实 是在这个强力的推动当中 而且甩锅不只是甩给中国 也甩给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他们呢 甚至讲 这个是中国当局 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是这个狼狈为奸 然后相互配合 然后隐移疫情 然后造成世界的严重的一个损害 那么其实这个说法 是不一定站得住脚 因为其实中国 很早就把这个 讯息通报给美国 美国当局 讲中国隐匿讯息 那是讲 这个中国当局在确认 这个新冠病毒 是会人传人之前 他的一个官僚体系 掩盖 讯息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做法呢 就像 中共驻美国大使 崔天 崔大使讲的 那还是在一个探寻 探访 不是探访 就是说探索的过程 在探索还没有确定 之前不能够轻易的公诸于众 可是在公诸于众之前 他就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向美国通报 甚至让港台前往武汉来进行调查 所以讲中国隐匿疫情 这个不完全站得住脚 但是确实在初期的阶段 那么中共的从中央到地方呢 都是想要 这个把疫情盖住 这是事实 但是呢 美国应对新冠病毒不当 跟这个疫情有没有掩盖 是完全不关的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早就 把这个疫情的情况通报给美国了 是美国不重视 美国不重视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昨天他的秘书长也说 第一个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疫情的就是武汉 来自于武汉 后来才来自于台湾 那么这个来讲 就是说中国大陆 他在这个疫情的 这个处置过程当中 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是有讨论的空间 但是呢 一股脑儿 说是中国要完全承担 我想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 一个攻防的一个策略 也就是川普政府 目前所采取的一个手段 就是把这个责任 推给中国大陆 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这个当然是 他政治上的用意 但是我们要注意 现在这个主要的国家 未必像美国一样 像这个在七大工业国家的会议里头 美国是主张 要把武汉肺炎 写在共同声明里头 但是其他六个国家都反对 甚至后来 这个从德国的梅克尔 法国的这个 总统一支到英国 他们对于这个所谓世卫组织 都采取一种支持的态度 并没有说 这个有像川普一样 停止援助 停止捐献 然后极力的攻击 那么实际上 世界卫生组织 在整个疫情的过程里头 他处置 有 适当的地方 反应不够快 判断不够精准 是有的 但是呢 他绝对 是秉持他的这个专业 来处理问题 只是他这个合议专业的一个表现 是不够好 而且他在国际间的一个协调能力 也比较弱 但是呢 你要因此而讲说 世卫组织要承担重大责任 这也有一点言过其实了 所以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甩锅 计划 如果说 他能够有说服力 主要是在美国的很内部有说服力 在全世界未必有那么高的说服力 尤其川普这个 反反复复一下赞美中国 那么一下又痛骂中国 所以他讲话的可信度 人家就非常的怀疑 而且认定他说 基于个人的政治厉害的考虑 而强烈谴责中国和世卫组织 那么这个就是 他把这个防疫问题政治化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也是很多人对他不以为然的地方 这个吴强博士你怎么看 这个美国的这个甩锅计划 成国强先生基本上是批评的 那个这个甩锅的这个行动 你呢 这个是制造一个外部的威胁 也是在对现任政府来说 对美国现任政府 对川普政府来说 他在减轻自己的责任 那么作为一个政客来讲 如果我是美国的总统 我是美国政客 我也会这么做 这是我觉得是政客的一个自然反应 他要减轻 或者说推掉自己身上责任 这个是政客的一个自然反应 毕竟 这个瘟疫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 但是一开始作为全球性的领导机构 卫生的防疫的领导机构 世卫组织 在这个在全球性 在瘟疫的全球性方面 全球的动员方面 表现的确实相当的差 他一直认为这个问题 不至于要进行旅行的限制 不至于不至于会扩散到全球 以为会像2003年 中国就把它铺在境内了 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子 我相信这种责任 这种拖延 有美国政府内部的原因 有川普政府内部的原因 但是世卫组织 在关键的时期的一个疏忽 或者说跟中国某种暧昧关系 所造成的这样一个拖延 其实给全世界 不仅是美国 其实其他地方政府都看到了 这种代价 代价是巨大的 当然我们要承认 世卫组织在过去 至少在这次危机之前 在过去 他应对很多局部的 比如说埃博拉病毒 各种各样的地方性的 瘟疫的时候 都是很有效的 但是他从来 他也没有面对过 这样一种全球性的 就像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一样的 类似规模的大爆发 那么世卫组织 似乎在过去 我们说他的口碑 他的声誉 都是建立在对 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 局部的瘟疫的控制上面 而没有在一个全球范围内 建立起一个有效的 他能够表现出 他一种有效的能力 他能够同时应对 美国 中国 欧洲 这样一些大国 他能够展现出 足够的领导力 这个是 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 换想说 他的口碑是建立在 过去对弱的 卫生条件比较差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 一个治理水平上 通常是以 发达国家的专家 自愿者去援助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比较 卫生条件弱的 而且在这些国家 所爆发的瘟疫 控制这些瘟疫 怎么样向 北方向发达国家蔓延 他在过去做得非常好 那现在实际上是在 一个新兴的发达国家 我们说中国 然后蔓延 通过全球化 蔓延到其他的发达国家 这个时候我们看出 世卫组织 他的政治上的立场 他的协调性 他的权威 以及他的专业上的立场 协调性和权威 似乎都表现得 差强人意 那么他负责任 在我看起来 我即便作为中立的 在中国的一个观察者 看起来 他要负相当的责任 那这种相当责任 我拿个人经验来对比的话 跟联合国下的人权委员会 对人权问题的危机化 也应该负相当责任 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哪怕是联合国内部的 专门处理人权问题 但是他在应对一些大国 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困难 严重状况 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联合国 或者说美国现在提出退群 美国提出要另起炉灶 在我看起来也是 对现有的联合国机制的 一个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 是完全有理由的 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全球化的武汉肺炎 新冠病毒的危机 其实对现在的联合国 对现在的全球治理的挑战 是相当的深远 当然 中国现在开始在竞争 这种全球治理模式的 一个领导权 美国似乎 他以另起炉灶的方式来竞争 现在问题的焦点 实际上就是全球治理模式 到底应该怎么办 是建立在二战之后的 联合国框架的 这种全球治理模式 还是要想办法搞一个新的东西 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中美贸易战的起因 也是因为世贸组织的 无能为力 比如说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 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处理的 这种低效率 这种低权威 现在我们看 从世贸组织到世卫组织 到人权委员会等等等等 都出现一系列 应对这些大国的问题的 一种无能为力 一种低效率 现在就是面临这些状况 要全球治理的危机 某种意义上讲 好 那个 谈到这个甩锅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可以听到 我们的网友可以听到 陈国祥先生和吴强博士 在世贸组织中 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作用 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们也有网友 对这个讨论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那么有一个人就说 世贸组织就是在帮中国撒谎 那么陈国祥先生 你想回应这样一种批评 这个所谓撒谎啊 你要看这个是 这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实 那么最早的时候啊 就是武汉 这个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世贸组织啊 他也没有 这个专家在武汉 做调查 所以他是听信 中共当局的说法 所以他呢 如果被误导 那是中国政府造成的 世贸组织本身 他并没有必要 去协助中国来掩盖 这个事实的真相 那么他呢 是这个在后来 几次的发言里头 让人家觉得 他是袒护了这个中国 那么尤其他对中国 是赞美支持甚多 然后这个批评 指教的言论极少 那么这个就让人家感觉 他是对中国非常友善 而友善的原因 大家认为 他是能够当上 这个世贸组织秘书长 是中国大力支持的结果 这也是事实 但是呢 不是只有中国支持啊 他当初当选是 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支持他 他几乎是全票通过的 而且世贸组织 他的经费的来源 是最重要是来自于美国 那么其次才是 这个中国是第二还是第三 不是主要支持国家 那么所以他 是不是愿意去开罪 这个金主啊 这是美国最大金主 而去讨好 试要的金主 中国啊 这是从他的政治动静来看 是很值得怀疑的 他没有必要去讨 去得罪最大金主 那么所以说 他是给人的印象 是他的发言 确实有不当的地方 但是呢 你要说他去协助中国 掩盖事实的真相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度的推测 顶多能说他被中国误导 他太相信中国 而没有自己的第一手的调查 就轻率的发言 我想这是可以检讨地方 所以说是检讨的地方 被中国手误导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 刚才我们甩的谈的是美国啊 这个共和党 尤其是川普这一方的 他是甩锅的这个计划 那么这个 川普这一帮方面的批评 这个拜登呢 你过去在中国的那么多年 你没讲一句话 那都是有记录的 对不对啊 你不能说我今天对中国如何 你过去就啊 如何如何了 对不对啊 那都是有记录的 而川普先生啊 在过去呢 来说呢 他一上台就改变了 对中美这个战略定位的 这样一个啊 一个一个定性 而且呢 跟中国发动了一个贸易战 可不可以说啊 就是说呢 川普先生 对中国问题上 比拜登更加强硬 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啊 吴强博士你怎么看 嗯 拜登在过 他在当年副总统期间 对中国当时很友好的 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年 我也不认为对中国是保持一个强硬的态度 但是他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变化 实际上是在两党的共识的推动下 完成的 所以在目前 我们来比较川普和拜登 两个人对中国到底谁更强硬 我觉得不合适 这些政治家都是机会主义者 他们会在 他们会在统治精英的推动下 会在民意会为了民和民意的情况下 甚至主动来煽动民的情况下 来表现的更强硬 我相信表现强硬对政客来讲是很简单的 恰恰是 如果表现的比较的理性 和平主义者 表现的 呃 更温和 我觉得是 对政客来说是更困难的 所以比较他们 到底谁更强硬 或者表面上强硬 或者私底下强硬 或者真的强硬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嗯 好 那么有点太早啊 这个没有意义啊 这俩人 你觉得是两党共识 推动中国的这个强硬 那么这个观点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现在就很像 波罗布林萨战争 呃 雅典的一个状况 嗯 瘟疫爆发 然后呢 波利克里当然是 伟大的军事家 战略家 他是 努力的 用精彩的演说 来劝服雅典人 呃 不要轻易的发动战争 要等等等等 但实际上 好战 在民主情况下 是最容易产生的一种民意 在这种情况下 政客也 大部分政客 也会顺从这种民意 或者利用这种民意 来 获得权力 我相信 在美国今天 这两位竞争者 都面临着 类似的一个状况 但实际上 我们回到 我刚才讨论的问题 执政的 这一位 川普 他面临着一个 不利的一种态势 他会被更强硬的 在野的反对派 给推翻 所以摩托亦上讲 现在他们两个人 是要比赛 谁更强硬 这是很有意思的 现在是 就像冷战时期 要表现的 对苏联 到底是更温和 还是更软弱 我们知道 卡特总统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 政治上智慧 极高的 在我看起来 在美国公众看起来 在美国一些经营看起来 他的智商 也曾经是 20世纪美国总统当中 智商最高的 但是呢 他表现得出了一些 软弱的一些手法 一些用 他实际上用很聪明的 很多的办法 来做外交 但是被公众 当做一种软弱的表现 结果我们看到 才一任总统就下台了 我相信这些教训 对美国政客来说 这很深的 那么如果有一个 共同的外部敌人 他或者说 他们为了要塑造 一个共同外部敌人 而且塑造 是通过瘟疫 来塑造出来的 那么只能是互相表现的 谁比谁更强硬 谁比谁更能够解决 这个外部的威胁 我相信现在是一个 冷战的一个状态 就好像我们看 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朝鲜问题的时候 我没有讲完 就是我也在谈这个问题 朝鲜的这种脆弱性 这种不确定性 其实才是造成 东北亚局势的一个平衡 就像冷战时期 核武库的一个巨大的 不确定性 实际上才是冷战 和平的一个基础 但是现在对于美国两个政党来说 他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一样 面临的是一个 像波罗布林萨战争 雅典民主所面临的 外部的斯巴达人的威胁 一些现实的威胁 而且有内部的瘟疫 造成了每天的恐慌死亡 我们知道在雅典的瘟疫 公元前430年到427年的三年间 很多原来住在雅典城外的居民 都蜂拥到雅典城内 那么就像现在美国的纽约 现在美国的大城市的状况 是一样的 是一种混乱的状况 这种混乱状况 当然好战的政客 强硬的政客 更容易胜利 好 这个我们有个网友 针对这个吴强博士 这个观点 提出了一点看法 就是我觉得 可以顺便问问这个吴强博士 川普是一手萝卜 一手大扮 连续推出了一系列 针对中国的法 那种台湾 香港 新疆等 那么胡萝卜 是为了经济力 做生意的需要 所以说吴强博士 你怎么看 我们网友的这样一个回应 对的 我相信是这一点 他是处于在一个 川普总统 是完成了一个过渡期 过渡期 他是一个过渡的政客 他的大棒 实际上是两党的共识 共同推动的 那么他以个人的 对华的温和 在保持着这种大棒 不至于迅速的变成 两国之间的冲突 或者战争 那这个是一个 在这意义上讲 川普是一个理性的政客 不管他表面上 多么看起来 不靠谱 但是无论他是否 有私人利益 但是他作为一个理性的政客 所表现出来的是 在维持中美关系 我刚才一直反复强调 他和习近平总统 他和习近平主席之间 两个人 这种个人的维系 维系的中美之间 能够谈成贸易 能够维系他的 维系川普总统的 选民的基础 他的州 他的中西部 他的农业利益 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理性的 总统的体现 一方面给胡萝卜 一方面给大棒的 不断的塑造 另外一方面 胡萝卜 来维系双方关系的稳定 我相信这是一个政客 自然会做的 决定 如果说中美关系 将来出现武装冲突 出现大的破裂 那么只能是下一个任期 而下一个任期 无论是在川普第二个任期 还是在拜登的第一个任期 下个试炼是最关键的试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